早在一两个月前 我们在台湾的最高峰会议的时候 我就把这五个人的名字报告出来 当我一报告出来的那一天开始 一直到今天 他们吃不下 睡不着 真的 心头一直有一块很大块的石头 一直压着 那种压力 那种辛苦 真的 不是在座每一个人都可以体会得到的 那么 当然那时候我放出来的时候 他们绝对的 百分之一百的 完完全全可以拒绝 可不可以 甚至 他们可以装肚子痛 甚至他们可以装脚折道 然后不讲 可不可以 可以的 不过这五个 都真的 硬着头皮 练习 一直练习 一直练习 那么今天 呈现这么棒 这么了不起的 演讲给大家 真的 再一次的 给他们掌声 真的 今天我相信 我实际上跟人家讲 上台 看起来简简单单 上来讲话可以吗 我每天都要讲话嘛 对不对 不过你能够站在台上 得那种恐怖 得那种恐惧感 真的要突破的话 是非常 非常困难的 我个人 我个人 就是很害怕 演讲的 你们好像不是很相信是吗 我每次这样讲 没有人相信 我每次跟他讲 在之前的时候 我跟他们是一样怕的 你们相信吗 所以我就 也在短时间里面 达到一个不错的 一个 一个level 那个公司也有表扬大会的 我记得那时候 表扬大会 大概有 大概整两百人 第一次 我被表扬 那么这两百人 对我来讲 那个时候 是很多人了 我已经觉得 全世界人都在那边 那种感觉 所以 那么 我也不知道说 对表扬是必须要 讲话的 在台上 那天有大概 四个经理级的人物 我是其中一个 而我是最后一个 通常最后一个都是 最精彩的 是不是 通常都是这样 那么 我看到第一个经理上去了 哇 讲得很好 哇 很棒 第二个上去 哇 他讲得很好 讲得很棒 当第三个上去的时候 我就有这样的一个 意思 就是说 好像我也需要讲 那么第三个上去的时候 我也觉得他很棒 不过大部分 我都没有听到了 因为那时候开始 太怕 非常非常的怕 那么 当他们开始 来介绍我的时候 我就硬着头皮上去 上去的时候 我就拿奖 拿奖的过后 就把那个mic pass给我 我就站在台上 我就讲 我要谢谢我的下线 我要谢谢我的上线 谢谢大家 让我下去 你要记得 我是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通常都必须要 讲得比较精彩一点 对吧 这样的话 他们能够接受吗 不能够 所以那个主持人 他们也知道 他就吓到 他就 叫住我 当他叫住我的时候 当他叫住我的时候 我就 我就站在楼梯 吓到一半 我就 哈 这样的态度 他就说 你回来 我就回来 站在这边 他就说 跟每个人分享一下 你想象一下 那时我是经理级 台下有我的下线 我刚才讲说 分享什么 他分享了 他感动了 所以你可以想象 我是多害怕 那个时候 那么 他也紧张了 所以呢 他就 帮我讲 他帮我讲我的过程 因为那时候 我过程的确是很精彩的 所以我就站在台上 撒纸这样 然后他在旁边帮我讲 那么他讲完了过后 我谢谢 我就下去 所以当我下去的时候 那时候我记得 我老婆也在 那么我去到后面的时候 我老婆跟我讲一句话 他说 你很烂 老实讲 不用他来跟我讲 我烂 在场200多人 都说我烂 对不对 心里 是不是 肯定比这五个烂 是不是 不过那个时候 我有两个选择 记得 人生都是选择 是不是 今天我们成功 是一种选择 那么你失败 那也是你自己 本身的选择 是不是 那么你跌倒了 你爬起来 那是你的选择 你跌倒了 你继续躺在那边 那也是你的选择 所以有时候 我们选择正确 我们一生就幸福快乐 要是你的选择 不正确 你也不要埋怨别人 因为那个是你自己 本身的个人选择 那个时候 我就做了一个选择 我有两个选择 第一 我不是讲识的料 是不是 因为在场每一个人都认为是这样 那时候 这是第一个选择 我不讲 对不对 有机会我也不讲 第二个是什么 第二个选择就是 我要上到 我会讲为止 那么很明显的 我选择哪一个 我选择哪一个 如果讲第一个 我就脚软了 现在 很明显的 我选择第二个 那么这个选择呢 一直到了今天 还没有改变 到了今天 我一有机会 我一定上 老实讲 在这样的场面 这样的聚会 做 因为做到今时今日 真的 我还需要 真正需要讲吗 我可以不要讲吗 我可以的 对不对 所以刚才 Ellen台说 我生意人 有钱没钱 是不是 未必 未必 我们可以选择 不要做的 因为那个是个人的选择 是不是 不过我只是选择要做 我只是选择我要讲 我要讲 我来 我要讲 我来 所以我希望 在座的每一个人 今天要是轮到你 有一天 他轮到你 那么你会不会害怕 会不会害怕 不怕就不是人 是不是 每一个人都会害怕 不过重点不是害怕 还是不害怕 重点是你敢 还是不敢 是不是 我怕 但是我敢 刚才 Mr.Cole有讲到 我正在这边 老实跟你们讲 我不用 不用乱讲话 我也是很怕 对不对 不过为什么他还在那上面 因为他 他敢 对不对 他敢接受这样的挑战 这每一个人都怕 整个脑都空去了 真的 我们能够体会得到 不过 的的确确的 这几个人 我都非常非常的尊敬他们 再给他们一个掌声 那么为什么我一开始就讲这个呢 因为这对我来讲 我个人 我非常快乐 我非常开心 因为我知道 这五个人 从今天开始 他们不一样了 那种小场面 接下来 对他们来讲 去更fit 对不对 没有感觉 他们以后就要找大厂的来讲 真的 这五个人 从今天开始 再也不一样了 Rivoy又多五个人 真正的去成长了 这才是关键 这才是我真正快乐的事情 虽然 我们Rivoy刚刚突破 一亿新币的业绩 都没有比这五个人成长还要快乐 来掌声鼓励一下 我们的的确确的 我们已经突破了 一亿新币的业绩 一个产品 它不是小数目 各位朋友 对不对 2.5亿马币 这样的一个数字 有没有概念 一个产品 他们认为这个产品 怎么样 他由不得你说不好了 他已经不是三年前的Bertier了 他已经不是了 今天我们一旦看到这个数字 这个产品好 是不是 要不然怎么可能 因为我要问你 这一亿新币 是不是牵涉两个顾客 是不是 三个顾客 五个 几个 成千上万 对不对 成千上万 单单这个数字 足以证明 这个产品 的的确确 它帮到人 是不是 而且帮很多 帮很多 单单数字就够了 所以当然 今天在座的这些人 绝对也不是普普通通的人 今天是Reway的领袖培训会 只有谁可以来 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是Diamest 是不是 这个会议是Reway里面 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会议 怎样大风暴 我都要hold的 这样的一个会议 每三个月都有一次 那么为什么会需要这样的会议 等一下我给你们解释一下 今天我们找到这样的一个业绩 那么在市场上的话 会不会造成一个很大的威胁 其实对Reway来讲 我们已经把它减少到 非常非常的少了 如果今天 我们卖的产品 或者我们的做法 我们的出发点 不是好像Reway这样 好像其他的公司这样的话 这个时候 全世界的人都在攻击他了 你们相信吗 如果做到这样的业绩 是不是 全世界的人都在攻击他 如果在短时间内 做到这样的业绩 所以我们已经算是很少了 不过 这个目标就开始 越来越 大 对不对 目标大的话 人家随便丢一粒石头都中 是不是 都会中 所以接着下来 我相信 尤其是今年 我们将会面对 很多的挑战 像今年 从1月1号开始 我就告诉我自己本身 今年 我要双倍的努力 就从1月1号开始 每一天找东西做 每一天找事情做 这个没有人做 我就去做 这个不能来不及做 我就去做 我要去那边谈 我要去那边谈 我要去这边做 我要去这边做 从1月1号开始 除了初一初二以外 当然人家问我 这样初一初二 你拜年了 不是 初一初二我生病 因为一年里面 我只有这两天可以生病 我就这两天让我自己生病 所以生病好不好 其实是很好 它排泄掉一些我们的毒气 排泄出去了过后 而且生病我是不吃药了 我灌水了 灌水灌水 给它排泄掉的话 那么一整年就可以 又可以奋斗了 是不是啊 所以我已经 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 都是自己人 接着下来 什么事情发生在 Reware的事情 发生在Reware的事情 都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事情 所以我们必须要真的一起 去了解 Reware接下来的一些动作 Reware接下来的一些活动 我们都必须要很清楚 所以我说 每一次都要有这样的会议 而这个会议必须要照顾到上面 必须要照顾到中间 也必须要照顾到下面 是不是啊 那么的的确确我们有三个 三个月里面我们有三个活动 一个就是最高峰会议 是不是啊 那么照顾到谁 上面 那么我们有一个领袖培训会 照顾到谁 总监 是吧 那么有一个 表扬大会 照顾到谁 下面 是不是啊 所以很多人 的的确确 很多指教公司 他做不到这一点 我们有办法聚人 我们能够把人聚在一起 那么信息就可以 第一手的能够传达到 对不对啊 所以这个对Reware来讲 它是一个非常重要 而且我们很强调 而且我们很看重的 那几个会议 但是有些 可能一些指教公司 他的老板啊 或者他的负责人 他们不了解指教 他们认为 哎呀 会议中浪费钱的啦 不用hold的啦 找一个制度好的 给他们自己跑就可以了 越少做越好 通常他们会有这样的想法 他们并不知道 其实会议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一个组织里面没有会议 这个组织是做不起来的 好了 那么最近我听到一个东西很好笑 要不要听 最近听到一个谣言 非常好笑的 听说Reware要被收购哦 我心里想 他买得起吗 对吧 谁买得起啊 你觉得谁买得起 对哦 真正大的 对不对啊 他会来买吗 不会啦 对吗 我们在三年半里面 走到一亿新闭 而还没有开始 我们正要开始 现在对我们来讲 只是一个开始点 接下来 你们觉得 会上 还是会下呢 上的可能性高不高 我们不要讲百分之一百 不过可能性高不高 非常的高 那么既然会上 那么我还需要那个钱来干嘛 是不是啊 我还需要那个钱来干嘛 所以有时候真的是很好笑 真的 市场上 接下来 我看目标要来越大的时候呢 人家什么手段都会出的 这个市场是有竞争的 对不对啊 在Reware内部 内部里面有没有竞争 很良心的竞争 对不对啊 那么公司在外面有没有竞争 所以我们必须要拥有这种竞争能力 我们必须要具备这种竞争的条件 我们才可以在市场上生存 对不对啊 不过其实事实上 有很多公司都已经给我们斩掉后路了 其实你们也不知道了 这个是我的事情 所以到现在我们还是独霸五零 一定还是有原因的 同意不同意 它有没有可能自然发生 自然形成 有没有自然形成的事情呢 没有这种事情的 全部的东西发生 它都是一个原因的存在 那么 所以我们必须要 接下来我们必须要做好一个心理上的准备 听 我们不要听一边 就像刚才Apple有讲到 我们听 一定要听 清楚 不要一个人这样一句话 是吗 reverb 不可以的 我们要去问 甚至我在这边讲的话 有某一些人听到 他们直接冷笑 不可能 是不是啊 因为他们已经了解reverb 他们已经很认识reverb 他们也很信任 我们这间公司 所以他们根本都没有第二个想法的 肯定是神经病 对吧 完全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这个又要问回来 又要想回来 你会动摇的话 那么也就是说 你今天对 你必须要更去了解这间公司的作风 去更了解我们的产品 去更了解我们的员工 或者我们的负责人 或者我 你要更加的了解 来增加你自己本身的自信心 对公司的自信心 好不好 老实讲 这种反应是不能够被接受的 这种反应 不是可以做到一亿新币的公司的反应 是不是啊 这边所有的人都是reverb 主要的领导人 是不是啊 领袖培训会 对不对啊 反应可不可以大一点 可不可以大一点 对 可不可以再大一点 对 这种才叫反应嘛 对不对啊 所以我时常讲 既然能够做得更好 为什么我们不要做得更好 既然我们可以第一次做得好 为什么要等第二第三次 这个人就是你啦 对不对啊 明明可以做得更好的第一次 我们偏偏就不要 我们要等 等第二第三次 要等人家推 要等人家讲 要等人家提醒 我们才去做 其实大多数的平常普通人都是这样 在这边的话呢 我顺便跟你们分享一下 世界上 你会发现到有两种人 今天我们在社会上 我们会注意到 会发现到这样的一种情况 这种情况会发生 就是你看到某一些人 这些人 每个时刻 你看到他 你会觉得他 很多行动的 很积极的 真的 什么他都想去做 他不会的话就去学 不懂的话就去问 每个时候他都 他都 冻些一些答案出来 非常的 行动 每个时候往上爬 往前冲的 你有没有看过这种人 真的 不过有另外一种人 你会看得到 一点东西叫他做 他懒惰的 懒洋洋的 软绵绵的 你看他假装我不懂 你看他做这个 我不会 你叫这个我没有做过 可以不要做 他就不要做 可以逃避 他就逃避 有没有看过这样的人 趁这个机会 我要你们思考一下 我要你们思考一下 你是这两种人 哪一种人 第一种人就是 每个时刻往前冲 每个时刻往上爬的 每个时刻一直在进步自己本身 去达到更大的目标 去实现更大的理想 那么另外一种人呢 一点东西可以懒惰 懒洋洋 软绵绵 什么都不能够 什么都不可以的 如果你发现到你是第二种人的话 难怪 是不是 难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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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老爷车 是不是 当然我们跳出来 我们看 重点在于什么 Why 为什么 为什么有的人 每个时刻往前冲 每个时刻往上爬 不会他就学 一直冲 一直冲的 好像充满了能量 每个时候用不完 那么另外一种 好像就缺乏这股能量 软绵绵死气沉沉的 懒洋洋的 重点就是 你注意的看的话 你会发现到 那些真正很积极的人 每个时候冲的人 他的背后好像有一股力量 有没有 好像有一股无形的力量 unseen force 一直在推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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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面好像有力量 在推着他 每个时候冲的 那么那些懒洋洋的人 就好像缺乏这股力量 对不对 所以其实主要的关键 主要的根源 就是来自于 那股背后的 那股无形的力量 对不对 那么背后的那股 无形的力量叫什么呢 要不要知道 要不要知道 那背后的那股 无形的力量叫什么 那背后的那股 无形的力量叫什么 鼓励的力量 the power of motivation 鼓励的力量 那些每个时刻呢 往前冲 往上爬 去达到更大的目标 实现更大的理想 无时无刻去学习 无时无刻 他去 provide答案的那些人 他的背后就有这股 鼓励的力量 一直在推动着他 那么那些懒惰了 懒洋洋 软绵绵的人呢 就好像缺乏这股力量 关键就在于这股力量 叫做鼓励的力量 各位朋友 鼓励 它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 成功原则 好 让我们来更深入的看一下 到底鼓励的力量 大体上呢 基本上它可以分成两种 那么第一种是什么呢 第一种呢 叫做external motivation 外在的鼓励 现在我要问你们 这种外在的鼓励 是发自于自己本身 内心里面的呢 还是来自于外面的 是来自于外面的 不是发自于自己本身的 是来自于外面的 那么外在的鼓励呢 它也可以分成两种 它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呈现 第一种方式呢 叫什么 恐吓的方式 Tro what we call force and fear 我们恐吓的方式 我要问你们 恐吓的方式 能不能够鼓励一个人 可以的 可以的 我给你们一个例子 比如说今天我们去看 中国的万里禅城 埃及的金字塔 老实讲 基本上 这些东西是谁做的 谁做的 我知道是人 什么样的人 那些奴隶 对不对啊 那些老百姓 对不对啊 那么照理看 要那些老百姓很努力 很勤劳的做的话呢 他们就必须要通过这种恐吓的方式 对不对啊 你就会看到那些军官啊 那些兵士啊 站在旁边 要是那些老百姓那些奴隶呢 他们不用功 他们不勤劳 他们就会鞭他 打他 甚至杀死他 对不对啊 无论如何 不管怎么样 只要这个军官 这个士兵 他们还继续站在那边的话 这些老百姓 他们就会继续勤劳下去 对不对啊 那么我在问你们 比如说今天这个军官 这个士兵 他们不在 那么照理看 这些人会被群劳下去啊 会不会 所以对 你看外在的鼓励 通过恐吓的这样的方式 他的确能够鼓励人 不过 这种鼓励 他不是永久性的 对不对啊 他只不过是暂时性的 It's only temporary 暂时性的 那么通过第二种鼓励 第二种方式是什么呢 外在的鼓励 就是通过这种奖赏的方式 出incentives and awards 通过奖赏的方式 那么通过奖赏的方式 能不能够鼓励一个人 可以吗 来 要是你达到某一个目标的话 我送一套Bertier给你 可不可以鼓励一个人 可以 马上赶快做嘛 对不对啊 如果现在我把Bertier收回 稍微讲快一点点 如果现在我把Bertier收回 有可能那个人无动于衷啊 对不对啊 好所以 外在的鼓励 通过这种奖赏的方式 我要问你 是永久性还是暂时性的 永久性还是暂时性的 你讲的啊 对不对 所以他并不是永久性的 那么在人生过程中 要是我们啊 要依赖这种外在的鼓励 我要问你 你能够跑得远吗 你跑得远吗 你绝对跑不远的 你绝对跑不远的 所以今天你要更加的成功 你要达到更大的目标 你要实现更大的理想 你必须要拥有第二种这种鼓励 第二种这种鼓励叫什么 叫做内在的鼓励 英文叫做internal motivation 内在的鼓励 什么是内在的鼓励 就是你必须要能够自发自愤 你必须要 be self-motivated 你必须要能够自发自愤 你必须要 不需要人家来提醒你的 不需要人家来告诉你 怎样做的 你自己本身去找出那个答案 你自己本身会去学习 你自己本身激发你自己本身 那才是最重要的 各位朋友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成功原则 内在的鼓励 self-motivation 那个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成功原则 它就好像一座发电厂这样 刚才我所讲的外在的鼓励 它就好像一个电池这样 它只不过是暂时性 对不对 无时无刻 一下子它没电 它就要被charge 一下子就没电 它就要被charge 如果整天在等人家激发你 整天在等人家提醒你 各位朋友 有可能你将会失去成功的机会 今天要成功 你必须要成为一座发电厂 每个时刻你能够自发自愤 能够提醒你自己本身 跌倒了 你马上就能够站起来 每个时刻自发自愤 自我鼓励 再接再厉 再站起来 再脚踏实地面对现实 那才是最重要的 那才是最关键的 所以今天通过这样的一个聚会 通过这样的一个接触 我希望 我真的希望 每一个人通过这个东西过后 能够拥有这样的一股力量 去面对接下来的挑战 去面对接下来你要达到的目标 去完成你要实现的理想 因为我时常讲 这种内在的鼓励 它就好像一颗钻石这样 懂钻石吗 我要问你们 钻石是很硬的东西 还是很软的东西 很硬 非常的硬 那么要得到这颗钻石 用软绵绵的方式 心得通吗 心得通吗 要得到这颗钻石 用豆腐来打打得劲吗 用棉花来打打得劲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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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够 你必须要很大力的敲打进去的 所以你必须要对自己本身很强硬 你必须要对自己本身很严格 今天要成功 你必须要对自己的要求很高 把这个钻石很大力的敲打给你自己本身 我希望你们能够真正得到这颗钻石 在未来的岁月里面 可以帮助你们 抵挡任何的狂风暴雨 解决任何的困境和难题 那么在这里我跟你们分享一个故事 那么这个故事发生在美国 美国纽约 那么这个美国纽约就有一个商人 做生意的小商人 那么这个小商人本身就有一个小生意 他是在卖气球 那么卖的气球有很多 而且通常一般上他的生意都挺不错的 为什么 因为他懂得用一些方法来吸引小孩子来买他的气球 就是因为看到他没有什么人的时候 他就会放几颗气球往天空中放 所以小孩子远远看到天空中有气球 就非常的高兴 拍着手围着他 然后就要去买气球 然后就有一天来了一个小黑人 Negro boy 小黑人 去到那个卖气球的uncle身边 拉拉他的衣角 问这个uncle一个问题 他说uncle,uncle 我想问你 今天要是你放一个黑色的气球 往天空中放的话 这个气球会不会往天空中飞呢 那个卖气球的小商人 他是否能够往天空中飞 完全在乎于这气球里面的气体 是什么气体 所以相同的 今天一个人的成败 并不是看 并不是在乎于我们有怎样的肤色 我们有怎样的学历 我们有怎样的高度 我们有怎样的脸孔 不是 今天一个人到底能不能够成功 他的成败完全在乎于 你的思想里面 到底拥有一些什么东西 所以我希望通过 reway这样的一个平台 希望每个时刻 都能够灌输一些 比较正确的人生观 比较积极的思想观念给大家 每一个时刻 希望你们能够得到 那个钻石 希望你们能够更相信 自己本身的能力 你必须要相信 你自己本身的能力 你不要怀疑你自己本身的能力 今天可以坐在这里的人 你必须要相信 你自己本身的能力 千千万万不要怀疑自己本身 人生中最大的悲剧 并不是没有钱 人生中最大的悲剧 并不是人家看不起你 人生中最大的悲剧 不是你要跟人家借钱 人家不要借给你 人生中最大的悲剧 就是怀疑自己本身的能力 往往觉得自己本身不如人 往往觉得自己本身 有很多不足够 这就是人生中最大的悲剧 所以不要怀疑你自己本身 不要怀疑你自己本身 我们来看 你看 以生物学的角度来看 从生物学的角度来看 我们一个人 是由细胞所组成的 同意吗 这边都是卖细胞的 是不是 很清楚 我们人是由细胞所组成的 这边比如说这是一个细胞 这是一个细胞 这是一个细胞 这边我拿这个细胞 我把它破开 里面有一个比较小的中心点 叫什么 叫什么 核心 英文叫做Nucleus 今天我把这个Nucleus拿出来 我再把它破开 它里面有一个更小的中心点 叫什么 核人 那么叫做Nucleus 那么我把这个Nucleus拿出来 再把它破开 它里面有一个更小的中心点 叫什么 叫做Chromo 化完叫软色体 那么我拿出来 再把它破开 里面有一个更小 也是最重要的一个中心点 叫什么 遗传因子 或者叫基因 英文叫做Gene 有没有听过Gene 有没有听过Gene 所以科学家就把这个Gene拿来研究 就拿来研究 就发现到 其实遗传因子 我们的基因 其实它只不过是一种 蛋白质而已 它只不过是一种蛋白质 那么曾经就有两个科学家 这两个科学家呢 叫做Watson和Krit 这两个人 他们就去研究这个遗传因子 他们就发现到 在遗传因子里面 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两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他把这两个重要的因素呢 叫做RNA和DNA 有没有听过 什么是RNA RNA就是ribonucleic acid 什么是DNA 就是deoxyribonucleic acid 到底这两个东西 他发现到这两个东西 他们有一个很奇怪的 交叉配合形状 很像你现在看到的这样 很奇怪的交叉配合情况 每一个人都不一样的 每一个人都是有自己独特的 DNA 今天我们会跟人家长得不一样 就是因为我们的RNA和DNA不一样 明白吗 明白吗 好了 那么这两个科学家 继续研究这个RNA和DNA 他们就发现到 这个RNA和DNA里面 里面充满了无穷的能量 无穷的潜在能力 potential 很高很高 无穷的能量 无穷的才华 都在这些RNA和DNA里面 好 我要重复多一次 这两个科学家 他们去研究这个RNA和DNA 他们发现到里面 充满了无穷的能量 无穷的才华 无穷的潜在能力 都在这个RNA和DNA里面 现在我要问你们每个人 这个RNA和DNA来自什么地方 来自什么地方 Gin来自什么地方 来自什么地方 蓝色体来自什么地方 核人来自什么地方 核心来自什么地方 细胞来自什么地方 由头到脚 每一个地方都是细胞 对不对 每一个都是 每一个地方 每一个部分都是细胞 意思也就是说 由头到脚 每一个部分 都充满了无穷的能量 都充满了无穷的力量 无穷的潜在能力 在你的身体里面 这些能量 这些潜在能力 它可以帮助你 去达到 你想达到的那个目标 它可以帮助你 去成为 你想成为的那个人 不要怀疑你这本身的能力 不过很遗憾的 可许大家发现到 一个人啊 从小到老到死为止 顶呱呱 只不用到它的百分之十 的潜在能力而已 大部分的潜在能力 跟它一起来 跟它一起死掉 没有真正的充分的利用到 所以这是非常可惜的 我时常跟人家分享 我们一个人 就好像一个很大的货餐 A Big Warehouse 这个货餐里面呢 包含了无穷的才华 无穷的潜在能力 无穷的能量 可以帮助你 达到任何你要达到的目标 实现任何你要实现的理想 或者成为你要成为的那个人 不过这个货餐 外面有一个门 那么这个外面这个门呢 它有一个很大的锁头 把这个货餐锁得紧紧的 让这些才华 发挥不出来 让这些潜在能力 发挥不出来 现在我要问你们 这个锁头叫什么名字 这个锁头叫什么名字 这个锁头的名字叫懒惰虫 当然一懒惰 潜在能力发挥不出来 对不对 那么这个锁头叫什么名字 它不止一个名字 它有很多名字 它还有很消极的思想 还有什么名字 恐惧感 还有什么名字 得过且过 什么名字 它有很多名字 你怎样叫它都可以 不过这个锁头 把你这个仓库 锁得紧紧的 你的才华发挥不出来 你的潜在能力发挥不出来 所以没有其他的办法 各位朋友 没有其他的办法 你必须要拥有一把钥匙 你必须要拥有一把钥匙 来打开这个锁 让才华发挥出来 让潜在能力发挥出来 那么要把钥匙叫什么 那把钥匙叫什么名字 那把钥匙叫什么名字 那把钥匙的名字叫做奋斗挣扎 那把钥匙叫什么名字 那把钥匙叫什么名字 对了每个时刻到我们奋斗 到我们挣扎的时候 那门打开 门一打开 财华发挥出来 潜在能力发挥出来 当我们在奋斗 当我们在fight的时候 那锁又开了 可能开了恐惧感的锁 财华又发挥出来 潜在能力又发挥出来 能量又散发出来了 所以每个时刻 我时常每个演讲 我都会告诉人 我们必须要奋斗 我们必须要挣扎的 we got to fight 我们不可以软绵绵的 每个时刻我们都要准备奋斗 每个时刻我们都要准备挣扎 好 让才华发挥出来 让潜在能力发挥出来 让我们成为 我们想要成为的那个人 好 让我们去达到 我们要达到的那个目标 你看老天爷设计一个人 从头到脚 每一个部分都是宝来的 你们懂吗 科学家没有办法发明一个仪器 好像我们的眼睛这样有效 每个时刻拍照的 不用发挥出来 他没有办法发明一个鼻子 好像我们鼻子这样小 这样好 可以马上修味道 好像舌头这样 马上可以尝味道 对不对 你看我们的血 我们的血液里面 你会发现到 其实我们血液里面有很多物质 里面有一个很主要的物质 叫做铁质 有没有听过 英文叫什么 Iron 对不对 你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老天爷在做人的时候 为什么要放铁 为什么 为什么不要放木 放纸 为什么放铁 铁代表什么 硬 要你勇敢坚强 不是要你软弱 对不对 要你勇敢坚强 所以你看 由头到脚 都是宝 由头到脚 都是能量 你不要怀疑你自己本身的能力 给你自己本身一个机会 真正去奋斗 真正去挣扎 曾经就有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 母老虎 那么这只母老虎 生了一只小老虎 生了小老虎过后 这个母老虎就难缠死掉了 老虎会不会难缠 人会不会难缠 应该会 所以这个是故事 所以老虎生了小老虎过后 这个母老虎就死了 那么这个小老虎刚出事 没办法照顾自己的 所以在那边一两天的过后 哇就很饿 差不多要死了 不过他的命不该绝 这个时刻 来了一只母羊 这只母羊 刚刚好也生了很多小羊 所以经过那只老虎的时候 看到这只老虎 一生出来像不像老虎的 老虎生出来像不像老虎 不像红红的 看到这个黄黄的东西 真可爱 很可爱 很cute 就组过去看 所以那只母羊刚刚生孩子 所以它的奶就特别大力 是不是 不是啦 它的奶水特别多 所以那个老虎呢 这个潜在的那种能量 一看到奶的话 它就竖了 一竖会 哇 马上很爽哦 因为它开始饱了 对不对 那个母羊 也因为生了很多小羊 所以它的母爱特别浓厚 一看到有一个好好的东西 在竖它的奶 它也很开心 反正我都有这么多只 再加多一只也没关系 就把这个老虎拿回去 养 所以这个老虎呢 小老虎呢 就慢慢一天一天的长大 就跟着羊姐姐啦 羊哥哥啦 一起去玩耍啦 一起去睡觉啦 一起去吃草 所以你可以想象 这只小老虎 它的这个童年 你说会不会快乐 为什么不会快乐 因为它的环境都是羊 同意吗 那么羊叫 是羊叫 很温柔的 老虎能不能够学羊叫 可以不可以 它的嗓音 它的设计 都不是羊叫 对不对 它不过 看到它的羊姐姐 羊哥哥 喊得这么好听 因为它在那个环境 它就认为这个声音好听 它就想要试试 它就 很难听 所以从小你可以想象到 这个小老虎 在整个过程里面 怎样会给它身边的 羊哥哥 羊姐姐 羊妹妹 羊弟弟嘲笑 同意吗 直接嘲笑 连叫都不会 你们搞错 这个样子有点不像我们的 一条一条这样 连吃草都不会 它吃草 虎可以吃草吗 不可以的 它吃一点草 吐了 不好吃 对不对 所以 这个小老虎的童年 的的确确 是很 在阴影之下过的 所以每天晚上 它在睡觉的时候 它就会睡不着 它就会告诉自己本身 如果 我是一只老虎 那该有多好 所以今天你看 一个老虎 它说 如果我是一个老虎 那该有多好 为什么它这样认为 第一 它认为它不是老虎 对不对 它认为它是 羊 第二 它听过羊妈妈讲 老虎一出现的时候 它就会吃羊 它觉得老虎很威猛 老虎很了不起 它也想要成为一只 老虎 那么有一天 那么 它跟羊哥哥 羊姐姐 一直在草坡那边 做什么 吃草 吃草吃草吃到一半 突然间山坡上 真的出现三只老虎 几只老虎跳出来 啪 很大只的老虎 一看到一群羊 活谁 这群羊一看到老虎 怎么样 啪 啪 散掉 老虎跑不跑 小老虎也跟着跑 所以那些大老虎 全部看到奇怪了 它们就黑了 诶 羊看到我们才跑嘛 对不对 对呀 不过那个看起来好像老虎的东西要跑什么 所以 因为 out of curiosity 就是因为好奇心的关系 它们就去朝向那个老虎 去追那个老虎 在追那个老虎的过程当中 老虎就摔了 我怎么这么摔 从小到大都没有人 都给人家看不起了 现在要逃命 老虎要吃 也要吃我哦 没有人要偏偏追我哦 他就跑跑跑 今天追羊容易嘛 对不对 追老虎容易嘛 很难哦 所以后面那几只老虎追到很喘哦 哇追追追 喂 吓了喂 你跑什么 那个小老虎就 哇 我是羊嘛 你是老虎你要吃我 当然跑啦 哇 他吃老虎就觉得奇怪 哎 你不是羊啦喂 你是老虎啦 你是老虎啦 没有没有 我是羊 我是羊 你们要吃我 你们不要骗我 哇 结果这几只老虎追到真的很喘哦 结果用了一些technic 有一些跑去那边 有一些跑去那边 跟他围住 然后围住了过后呢 就 他就一直挣扎哦 这几只老虎就把他拉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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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不容易拉到河边哦 把他的头哦 放到河 给他看到水面的 知道吗 倒影 给他看到水面的倒影 那只小老虎 一看到水面倒影的时候 在看旁边的那只老虎 他看回自己的倒影 想想啊什么什么 一样哦 那一个时刻还知道 原来我不是羊哦 我是老虎 那个时候他就 喊一声很大声的 我那个声音哦 就好像老虎这样的声音 我充满了气势 充满了能量 各位朋友 为什么讲这个故事 因为老实讲 我们每个人里面都有一只老虎 不过我们活在一个非常消极的环境里面 我们活在很多很多 身边很多羊的环境里面 今天我们想要达到某些目标 让人家过来说 你不可以的 你不行的 好好做一个工作 好好吃你的草 对不对啊 好好学羊校 你不是什么老虎啊 我跟你讲 不过reway 是专收老虎的地方 你就是那只老虎啊 不要认为这一本身是那个羊 不要总认为这一本身是那个羊 你不要怀疑你这一本身的能力 你有没有听过这个故事叫做阿拉丁与神灯 阿拉丁有一个神灯嘛对不对 神灯里面有一个什么 神灯里面有一个什么 神灯里面有一个 巨人 这个巨人 神通广大 这个巨人法力无边 你要他帮你做什么 他就能够帮你做什么 你要他 你要得到什么 他就 你就可以得到什么 你要他帮你达到什么目标 他就可以帮你达到什么目标 各位朋友 我们每个人里面 都有一个巨人 不过这个巨人 在睡觉 在沉睡着 而且睡了很多很多很多年了 今天阿拉丁要把这个巨人叫出来 他要怎样 他要怎样 拿一块布来插插一下是不是 他必须要很大力的摩擦那个 那个神灯 所以一开始我跟你讲说 你必须要对你自己不是很强硬 你才可以弄行那个巨人 各位朋友 你可以达到很大的目标 你可以实现很大的理想 所以我们必须要很大力的摩擦 很大力的去查 把那个巨人释放出来 因为已经睡了很多很多很多年了 已经睡了很多很多很多年了 够了啦 醒醒吧 够了 够了 醒醒吧 不要再让他睡下去了 让他出来吧 让他出来吧 不要再就睡下去了 所以接下来 我让你们跟着我喊 刚才 顺利叫你们跟着他喊 我觉得 根本不是500人 500只老鼠 我们这边是老虎的人啦 对不对呀 所以你必须喊得比我大声 你必须喊得比我大声 你不在乎你自己我更不在乎 所以给自己本身一个机会 给你自己本身一个机会 把他喊醒 我们通过今天这样的一个接触 我们互相把互相的巨人喊醒 好不好 每个人起立站起来 我让你们每个人跟着我喊 我让你们每个人 抓紧拳头 抓到你的手痛 抓到你的手痛 我让你们100%全力以赴 给自己本身一个机会 不要把他当作是开玩笑 人生过程中要有这样的机会 是非常非常少的 给自己这样的一个机会 你们试试看 唤醒一下自己本身里面的巨人 帮忙旁边的那个人也唤醒一下 我刚才睡觉的话 我敲下去 跟他讲醒一醒 我让你们100% 什么是100% 就是你必须要抓到你的手痛 抓到你的手痛 当你们喊的时候 我要整个亚洲都听得见 不是KL而已 不是这个hotel而已 我要让整个亚洲都听见 今天reway在这里hold leaders training seminar 所以我要抓到手很痛 当你喊的时候 你这边的根要跑出来 你要喊到流汗 你的眼睛要红 要是没有红 就是没有100% 好 每个人跟着我 来 认真一点点 看到前面这里来 我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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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能够的 我相信 我能够做得更好 我相信 我能够出人头地 我相信 我一定会成功 我一定会成功 我相信 我是最伟大的人 感谢你们给自己一个掌声 坐下 所以不要怀疑自己本身的能力 我刚才已经讲到了 由头到脚 每一个部分都是能量 每一个部分都是宝 不要这样浪费掉 不要这样把它白白浪费掉 好 各位朋友 各位兄弟姐妹 好 今天这个演讲 我大概七七八八了 我要讲话 也已经讲完了 所以接着下来 在未来岁月里面 有可能你一踏出这个门口 真正的挑战才是 真正的开始 对不对 真正的挑战来自这里 挑战不是在这里 是当你踏出那个门口的时候 你要去面对这个市场的冲击 那才是 真正的开始 所以每个人必须要做好一个心理准备 可能有可能接着下来 你还是做的不是很好 有可能 还是没有人跟你买 也有可能你必须要磨练你的技巧 也有可能你还是比较懒惰一点点 不过我要你们 牢牢的记住这句话 不管什么事情发生 不要怀疑你这本身 不要怀疑你这本身的能力 你就是那个最伟大的人 各位朋友 你就是那个最伟大朋友 你就是最伟大的人 不要怀疑你这本身的能力 我在这里的话呢 要讲的话也讲完了 我希望 我只有多一句话 跟你们讲 是我真的好爱你们 我爱你们 真的 我现在代表我的家人 我代表 我还有瑞威尔全体员工 感谢 你们对瑞威尔支持 谢谢你们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